普里镇安琪街80巷 应景林正在施工的污水处理厂 出乎担忧施工阳城影响居住的品质 在居民及里长的反应之下 先议员陈一军也邀请相关单位到现场进行会刊 除了针对阳城部分 要求施工单位要以水车洒水来避免阳城之外 同时针对民众反应停车部分 也一并来规划 让整体污水处理厂规划完成之后 不会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 长期来说这边只要停车 就会有被开罚单的疑虑 所以也希望我们南投县政府 借由这一次的施工 将我们的围离能够往后退缩3.5米 让民众可以有一个非常安全的 而且不会违法的一个停车阁的规划 这个部分也算是回馈我们的巷子的居民 另外就是整个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希望我们县府这里要求厂商一定要时常的洒水 避免这些粉尘影响到我们这条巷子居民的生活品质 跟他们的环境的安全 另外针对居民曾请安期街80巷 只有单一出入口 并没有其他出入 对此先缘陈怡君也希望公损 针对安期街80巷 若是有都市计划内导入计划 也能够来演绎开通 让住户的往来 也能够由其他的道路来进出 那另外在这个安期街80巷这里 本来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对外通的一个路 那现在我们污水处理厂做起来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后面这边 它其实有一条类似像农路 那平常有农民出入 那在这里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葡萄镇公所 希望能够来做一些评估 如果它是属于这个都市计划内的一个区块的话 是不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既定道路做一个规划 那未来呢让民众能够从这个地方往外 可以做一个自由的通行 那这样子整个对向道的安全来讲 我觉得也会更好 副委长潘一全表示 污水处理厂是一个城镇发展的指标 因此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是有必要来进行 同时也希望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对于邻近居民生活品质能够有所兼顾 不要让公共建设造成邻近居民的困扰 记者陈伟一 普里珍采访报道